接下來進入的地方是個重點叫做氣壓 氣壓跟風 每一本書都這樣教 氣壓就是單位面積上空氣柱的重量 我個人不喜歡這個定義 因為如果我告訴你是重量 你就會以為它壓力的方向是朝下 但是李化克教過 它是四面八方的 但是每一本書都這樣教 我們就這樣教 氣壓是單位面積上空氣柱的重量 壓力有很多的單位 李化克教過ATM 教過公分董柱高 教過每平方公分克重 第科用的單位叫做百帕 以前叫做豪巴 豪巴跟百帕大小完全一樣 所以我講印上有些舊題目上面寫豪巴的 你就自動變成百帕就可以了 大小是一樣的 請背一大氣壓是1013百帕 地面上的大氣就在1013附近變化多一點或者是少一點 老一點所以這要背1013百帕 所以叫做大氣壓力 當然兩個地方壓力不一樣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氣壓T度力 現在每一本課本都用正確的講法在教 壓力不同有一個氣壓T度力 舊課本就說因為氣壓不同所以就推動不對 壓力不是力壓力是要力要除以面積 所以正確的講法氣壓T度力高低的樓梯一樣 一高一低有氣壓T度力會使得空氣由氣壓高的地方流到氣壓低的地方 它這種水平的流動叫做風 垂直的叫對流水平的叫做風 所以風從哪裡來 風從氣壓比較高的地方來 風從氣壓比較高的地方來 可以叫做風 那麼風有所謂的風向跟風速 風向就是風的來向 風從哪裡來就叫做哪裡風 風從東邊來叫做東風 風從南邊來叫做南風 風從海上來叫做海風 風從山上來叫做山風 風從哪裡來叫做哪裡風 風向就是風的來向 我們有個風鏢圖的左手邊就是風鏢 有人做成一隻Burr 有人做成一架飛機 有人做一個箭頭 有人做一個仙人植物 朝哪裡就是什麼風 這個Burr的頭朝向西邊 把他吹的是西風 然後吹的是西風 另外右手邊步做的風鏢另外 這個步的風鏢飄向南邊 可是吹的是什麼風 北風 煙也是一樣 烤過 現在吹東北風 煙飄向西南邊 這個是烤過的 所以重點就是風向是風的來向 風從哪裡來叫做哪裡風 就是風標所指示的方向 風向總共有分16個方位 國中現在不交了 除了東南西北 風的快慢風速 那個有平均風速跟正風風速 台灣好像是十分鐘的平均值叫做平均風速 跟美國的不太一樣 我們十分鐘然後最快的叫做正風風速 風速有一個 普幅風級表 國中也不交 但是我們在後面交台風的時候 提到什麼七級風八級風 那就是普幅風級表 但是你就帶過去就沒有再特別跟各位仔細說了 好風速 然後我們把氣壓相同的地方點連成線 點連成線然後就畫出一個等壓線 通常習慣上會相距四個百趴 根據我們的等壓線 我就可以判斷風向跟風速 我就可以判斷風向跟風速 OK 好 像這樣 第一個是風向 風向呢就很簡單 風向就是會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風向就會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那麼我們考試的時候就畫一個圖 畫個圖來問你 好 一個簡單的說法就是 這邊 這邊有一個氣壓 這裡有另外一個氣壓 然後我們說這個叫做1020百趴 這個叫1016百趴 所以誰比較高 底下比較高 所以風就會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那麼 以後就會畫一個圖 以後就畫一個等壓線圖 畫一個等壓線圖 然後呢 告訴你這裡面的氣壓比較大 外面的氣壓比較小 然後就問你這一點的風怎麼吹 你目前只會要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未來會告訴你 他真正的風是怎麼吹的 真正的風怎麼吹的 未來會告訴你真正的風怎麼吹的 你目前只知道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還有 等壓線如果越密集 就表示相同的距離的壓力差越大 所以就表示風速就會越快 這跟在地理上學的等高線的意思是一樣的 地理上學的等高線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這張圖 所以這張圖 我這裡點一個點 這裡點一個點 這裡點一個點 然後我們寫上甲乙丙丁 我們就問你說 甲乙丙丁裡面誰的風速比較快 答案應該叫做 以 答案應該叫做以 因為呢 你的那邊等壓線比較密集 考試就考這個 來問你 他的會如何如何 不會如何如何 這就是我們畫一個等壓線 然後來問你問題 問你風向 我目前只知道從氣壓高至到氣壓低 確實怎麼吹 等於後面再告訴你 第二個就是等壓線越密集 風速就會越快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講 判斷風向跟風速的事情 OK